12日有人以南灣發展公司棄子公司 長華置業投資有限公司 舉行座談會 公開向旗下 被政府收回土地 的子公司員工解說公司現況 期間,青面臨被銀行追債 希望當局能主動與公司溝通及提供協助 特區政府五間表示 收到媒體就次座談會查詢作出響應 只對於有人以南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的名義召集座談會 就特區政府收回如期未發展土地及法院 對一中刑事案件的判決 加以評論 特區政府表示 由於部分土地的成批人未能再念五年 土地臨時批給期限內依照法律及批地 合同的規定發展項目 特區政府依法宣告有關土地的批給失效 當中包括南灣湖田海地的部分地段 就特區政府案照 土地法的規定收回如期未發展土地 有關成批人透過司法訴訟提出了爭議 目前已有的法院判決加認定了特區政府決定的合法性 駁回了有關成批人的上訴 法院及時將有關判決的依據和結果向公眾披露 對於有關人士提及的一中刑事案件 特區政府重申 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向法院施加壓力而企圖干預法院的司法程序